这个就是做警察的一些战绩 经历 经历 我说好吧 那就简单 所以一开场第一个镜头 你就会看到一个大拔在那边 讲话跟以前不同 要很慢调私理的 对我来讲很大的挑战 动作不是太大的挑战 演技也不是太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就是 国语到哪去还是到哪去 哪你他们讲哪你 哪儿 哪儿 我老是讲广东国语 哪你 哪你对不对吗 也对啊哪你 有的台词可能会更生活化一些 这一次大哥的这个角色 特别的贴近生活 而第一次演中国魅力的心境 钢铁成龙遭遇最大挑战 妇女关系为何剑拔弩张 我说如果你这种女儿 我就是左一巴右一巴 中间嫁一样 成龙大哥画身片场 大家长 他会去扫地 然后给大家补汤 对我来讲都看不习惯 我要教他们怎么样去现场 新映画第四十二期警察故事 二零一三 大哥贺岁 精彩正在进去 警察故事二零一三 可以说是警察故事系列的延续和升华 影片中除了正邪较量 更是加入了众多亲情元素 时下流行的亲子热 在这部影片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位主创也聊起了中国好爸爸和叛逆女儿的虐心故事 这个女儿呢就很反叛 很叛逆 是一个很叛逆的一个女儿 纹身啊 对着父亲抽烟啊 讲话那种流里流气的那种 但是自己作为一个父亲 是因为长期不在他身边而感到内疚 其实他也是故意做给他父亲看的 我觉得算是一个对于父亲的报复 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说如果你这种女儿 我就是左一巴右一巴 中间压一脚 我说真的 所以在戏里面 我看见他讨厌他那个样子 真是发自内心 好比在现场 我刚刚去的片场在休息的时候 大哥看见我 就一直在瞪着我 你为什么一直在瞪着我 因为我忘了我当时是那样一个装扮 大哥就讲 我要有你这么个女儿 我早被气死了 我很少拍这种亲情的戏 对我来讲是第一次 而且有女儿也是第一次 当我跟他演对水戏的时候 我就把他真的是当房主民一样 真的 也跟我自己的现实生活很像 从小就离开了他 那主民他从小在美国 我就离开他 比如说房主民跟我讲话是这种 这种 这样幽幽幽的那种 我就很不习惯 我就很不习惯 我看的习惯黑人 我的黑人朋友跟我讲话 我就很自然 如果一个不是黑人 或者是不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日本人韩国人 我就很不习惯 说起女儿的叛逆 另外一条线索 就是景田不顾爸爸反对 和酒吧老板刘业谈起恋爱 其实这正是刘业设下的圈套 刘业堪称是警察故事系列 最硬反派 为了诠释武将这个角色 刘业也要能文能武 他不仅要表现出 散打冠军 泰拳高手的好身手 还要表现出 一针一鞋 琢磨不透的 影变能力 成龙与刘业轮番过招 伤痕累累 终于博得案情的水落石出 刘业铤而走险的原因 竟然是为了追求真相 你们的计划真不错 但我可不是什么小猫仔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 成龙饰演的钟警官 发挥着谈判专家的优势 以致取胜 而在片场 大哥成龙也是发挥了 他大家长的职责 他什么事情都管 就是好比说 在休息的时候 他会去扫地 然后用吸尘器去吸尘 然后给大家煮汤 因为我们有一个茶水间 是大哥自己去为大家做的 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帮大家拿面包 甚至会照顾到一个厂工 看你没有人注意到你 然后你很冷 就帮你拿一件羽绒服 不是拿是送 他自己的 他会拿很多东西来 就像圣诞老人一样 所以他是整个剧组的一个大家长 终归我是拍了53年电影 在现场几十人加起来都没有拍戏的员灵多 而且我见过的东西很多 是每一个有每一个人的岗位 而且在国内都不懂 茶水间 我们在零下两三度地方拍戏 一个一个热水灌在那边 我都对我来讲都看不习惯 我要教他们怎么样去现场 你欢迎有规矩 到一个没规没矩的地方 你不习惯了 所以为什么每个人都说 大哥在想唠叨 我不是唠叨啊 你做到我不唠叨 我很希望每一个工作人员 都是职业工作人员 警察故事2013震撼来袭 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吗 你要为你做的事情承担后果 地铁系统受刺对电影剧组开放 史上没有剧组在这个地铁里面开放 拍摄过程困难重重 碰到那高碍电之后 马上缩到大概都这么大 所以你想多高危啊 求求你们快一点 要开点的开点 新映画第42期警察故事2013 大哥贺岁 精彩正在继续 警察故事2013延续实战风格 全篇有一场重头动作戏 是在地铁中拍摄 而这也是地铁系统 首次对电影剧组开放 周围都是700伏的高压电 而且每天都是凌晨拍戏 一次也只能拍三个小时 差不多12点多 1点到4点钟 因为它1点钟它在断电 整个地铁系统它才停 你才可以进去铺东西啊 放机器啊才可以拍 不像那个酒店 我们拍这边 所有人在那个房间 值得 我们平常300多人 只下去60人 但是你的多少机器啊 我现在跟你讲 我要你一秒钟之后 把你们三个的沙发摆这边 三部机器摆这边 我们两个掉过去 多难啊 过来 机器拍你们过去 吵架骂人谁 包括他都要搬 搬椅子 帮人家搬东西 每一个人 我说每一个人手上都要有东西 你想地铁它是需要电的吗 就是当时在地铁那个工作的工作人 跟我们讲 说曾经有人啊 可能一米八的 一米八的大鸽子 碰到那高加点之后 马上缩到 大概就这么大吧 整个人啊 所以你想多高危啊 拍到后面已经 哇每一天 那个车长在那边 要开店了 要开店了 要通店了 求求你们快一点 就开店了 我们就来来来拍 那个时候拍哭戏啊 多痛苦啊 来准备 来 你马上就要搬东西 搬完以后 预备 你好像来 来准备 真的是要这样子 必须那个情绪在一秒钟 要爆发出来 没有时间等 这是很困难 搬东西收工 哇 你所有人啊 哇 就这个过去 搬完 听 那个队长几个人 就在 在那个那个 那个车轨啊 那边 扫 叫做地毯式扫描啊 看有没有漏东西 搭 扫过去之后 可以啦 卡 看来 地铁系统内部的拍摄过程 还真的 得和时间赛跑 说到时间 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 警察故事 系列影片 从1985年的 警察故事开始 到2004年 新警察故事 再到如今 正在热映的 警察故事 2013 时间 见证着成龙的一路走来 也见证着 大哥的坚持精神 而对待这部影片 大哥也坦言 接受各种声音 如果喜欢看成龙电影 也喜欢成龙变化的话 你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惊喜 也希望大家看完以后 好的可以赞美我两句 不好的可以在网上 善意地大力批评我 我觉得警察故事 2013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也希望一如既往 喜欢成龙大哥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来支持这部电影 可以看到成龙大哥 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听了主演成龙和景田 对警察故事2013 幕后故事的介绍 相信广大网友们 也一定更加期待 警察故事2013 这段不同寻常的